黃珊珊 鬥帥 五黨籍台北市長候選人黃珊珊的首場造勢活動 雖然當天雨勢不斷 卻交不惜支持者的熱情 我是黃珊珊 我來自基層 基層會痛 我就會痛 所以去年我每天都去剝皮疗 我每天都去晚華 我每天都跟台北市民站在一起 我每天都去菜市場跟大家站在一起 對不對 黃珊珊擔任21年市議員 還有將近三年的副市長歷練 雖然沒有顯赫的家事背景 但24年的歷練 黃珊珊熟悉各種市政議題 也成了她最大的優勢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回想起去年疫情爆發時 也強調黃珊珊是一位有行動能力的首長 黃珊珊是一個有行動能力的首長 我還記得去年五月當疫情爆發的時候 萬華已經相當危險了 當時中央還不肯進行社區的普篩 我下令說我們必須在剝皮疗設立第一個社區快篩站 黃珊珊只用了六個小時就在剝皮疗把這個快篩站設立 當時如果萬華沒有守住台北就完了 台北失守整個台灣一定淪陷 所以她的行動能力證明了她是一個好的市長地區 對市政議題相當熟悉的黃珊珊提出了多項競選政見 尤其是台北市都更必須加速推動 讓各區都有中繼住宅協助安置 這是和時間賽跑 我已經準備三年了 台北來當領頭羊 我們先做一個成功範例 這樣就可以加速進行 翻轉台北 所以都更的中繼宅就成為一個 都更能不能夠成功與否的很重要的關鍵 那另外我們接下去會有非常多的學校也會開始改建 所以都更中繼宅會設計在跟學校改建的同時 能夠讓她成為那個社區裡面的一個中繼宅的居點 那同樣的在旁邊附近周邊的都更案件的民眾 如果真的沒有地方去居住 那我們還有一個中繼宅可以做調配 那十二個行政區 我們希望它都有一個這樣的中繼住宅 所以我們會規劃中繼住宅來協助都更戶的安置 那也加速推動所謂防災性都更的進展 所以都更3.3 的概念是 從第一點叫做加強溝通政府協助 第二點我們希望有中繼宅 第三點要公開還要有相關的公益 最重要是要公安 另外為了減輕家長的負擔 她也提出幼兒教育的規劃 在健康城市方面也將深化推廣全民運動 納五的意思是義務教育納入五歲 也就是我們現在義務教育是從六歲開始 那五歲一直都是 從中央到地方現在其實都已經是到免學費 那我們其實大部分目前台北市的 五歲的孩子其實進到公有的比例已經99.8% 也就是說幾乎只要是五歲都可以進得到公有 所以其實她已經實質地做到義務教育 那我們希望說推動在台北市 因為全國要做到義務教育 並不可能比較困難 但是我相信在台北市 把五歲納入義務教育 會是我們台北市馬上 而且立刻做得到的 所以這個把五歲納入台北市的義務教育 只要在教育基本法和地方制度法 我們其實是可以立法直接來修法 在台北市先實施 那免三四 就是三四歲 我們希望她能夠交來是朝向免學費 免學費的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現在不是有公有 還有非營利 還有準公共化 每個月還是要付一千 兩千 三千塊的學費 這個部分我們精算過 如果免學費的話 台北市政府大概要將近提出十二億的預算 就可以完成 也就是如果我們要減輕父母的負擔 我們還可以再繼續減輕她三四歲孩子的學費負擔 所以這部分加起來免學費的話 大概以十二億為目標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如果公共化已經達到相近 現在達到百分之七十 但是可能還是有一些市民 他必須要訓練私幼 那私幼的部分 在科士長任內 我們是每個學期13660 那以現在台北市的物價 還有相關的房價 以及我們希望減少私幼 跟所謂的公共化的 這個的學費差距的話 我們的13660必須要加倍 也就是怎麼樣讓公共私幼裡面的補助 能夠讓家長的負擔 跟練到公共化的差距慢慢的減少 所以減少的話 13660每學期 我們希望一年有54640 那高齡前瞻運動中心 高齡前瞻運動中心 其實放在老人福利的部分 但是其實它也是全民運動的一環 因為長者的運動跟一般成年人運動不太一樣 他畢竟還是需要轉眼 而且長輩他們的訓練方式 可能需要特別的設備 特別的場域 所以高齡前瞻運動中心 將會在 現在在台北市已經有12個區 都有小的據點 但我希望將來每個區都有 都擴增相關的據點 也就是我們希望訓練 這些年輕的教練 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交長輩 那長輩有了肌耐力 有了核心肌群 它就不容易跌倒 不容易跌倒就不容易臥床 不容易臥床就不會需要長照 黃珊珊也在11月初完成了15小時 60公里的一日台北的自行車挑戰 黃珊珊說 台北市民就是它最大的靠山 它會為台北市民打造一個真善美的城市 讓台北市在國際舞台上發光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 並不容易跌倒 黃珊珊 和閃通 其實我們也有這麼大的 好奇吧 之後 好奇蹣